本科学数学,研究商联拿,四个数据科学,名校offer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2021秋季入学读研的一个学生案例 这是我去年已经入学读研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已经把他的材料都打开了 然后我先照例说一下这个学生的背景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他之前是在布兰迪斯大学读本科 读的是金融数学组专业 然后也修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双专业 GPA是接近满季的,就是3.9几 大家可以看到他成绩单上的GPA3.986,成绩很高 然后GRE成绩也不错,之前是考了两次 那么我们用的是他的最高的那一次分 也就是161加167,总共是328的总分 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成绩 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录取 这个学生是申请数据科学转业方向的 然后他就是特点,就是硬件很好 就GPA很不错,GE也不错 然后他的科研和实习经历是他的短板 就是没有做太多的相关科研 也没有做非常相关的一些好的实习经历 因为他的实习呢是之前比较早做的 相关度没那么高 然后他申请了呢 包括我们当时申请了美国 申请了瑞士 申请了新加坡 然后他最终拿到的这四个录取 带大家一次看一下 第一个录取呢是在2月18号 就是2021年的2月18号 拿到的瑞士的苏利斯联邦理工 这也是全欧洲最好的工学院 也是全球排名很顶尖的 这个学校的数据科学的硕士录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他的录取的offer OK 然后呢 第二个录取是在3月18号 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 工程学院开设的数据科学 这个项目的录取 这是他的offer OK 然后第三个录取呢 是在3月19号收到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数据科学的 这个项目的录取 新国立的就是数据科学与 继续学习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今年的申请呢 比去年要更卷一些 然后因为特别热门 以及新加坡呢 比较容易留下来 然后也是华人环境 所以现在的申请进阶 申请的竞争激烈程度呢 也是一年比一年要高 OK 这个他的offer 然后第四个录取呢 是在3月31号的时候 拿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应用数学与统计系开的 这一个数据科学项目 这个项目呢 在专业实力上 实际上是没有前面几个那么好的 但是呢 他是特点 顶尖的名校 然后又是特别热门的 数据科学的项目 而且美国的 好的数据科学项目呢 实际上数量不算很多 所以申请人也特别多 那今年他的申请难度呢 实际上比去年也要大很多 OK 这他导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经常碰到一些 就各种专业背景的 想乘数据科学的 那我带过的学生里面呢 也有申请 也有纯商科背景 转数据科学 转成功耐力 也是有的 那么 比较主流比较常见的 就是金融数学呀 数学呀 统计呀 计算机呀 然后以及一些工程类学科 这些专业背景的人 想申请数据科学的 还比较多 也是绝大多数的 顶尖数据科学项目 录取的学生的 构成里面 主要的专业背景来源 然后呢 你如果不是学这些 相关专业的 你学的是一个 人文社科 甚至商科专业 想要读数据科学 首先 理论上可行性是有的 关键你要去 针对性的 加强学术准备 你的学术课程 这些可能要补课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吧 OK 那么这个学生的案 理论今天就分享到这里